在這裏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你去做吧 來 見一下小叔小伯 他是阿泡泡 叫做Francis 叫做Francisco 什麼呢 事緣呢 就有人送了一個 這樣的東西給我 這麼大的榴槤 今天下午很開心 榴槤熟了 就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吃榴槤 嘩 嘩 大家看到 嘩 嘩 嘩 真的很大角 這裡還有一些矮子 當然是很香 那榴槤是什麼事呢 我想起一些東西想和大家分享 一邊吃榴槤 一邊說 嗯 可能 很難就知道了 阿長哥 最近去了馬來西亞 有幾天吃到最頂尖規格的榴槤 有機的自己種 五六種品種 吃遍這麼多樣 真的吃到不吃 放題 我都很有節制的 不是那些見到就狂吃的那些 我以前經常常吃到榴槤市 有六年街市出現 就看到就賣了 那 你回來 我猜不到就是 我猜不到就是 想和你分享 講這件事 前幾年 你知道 陳哥都去過這麼多個 內地的省市 去開貨 去到哪裏 那些人很熱情 招待 他們 一來為了面子 二來 他們真的對我們很好 是想 給我們最好的招待 本代 每餐都買到最好的水果 他們知道我們是果食的 就買到當地最當造 和最出名 可能是最貴的水果 有時候 話說 那時候 我去了 我們一隊人去到廣西 去到廣西 廣西那裏 真是有很多水果吃 而且是很美的 有本地的沙田有 就是那些綠油 沙田就不是香港的沙田 正宗的沙田 是在廣西的 還有那些 哇 那些白火龍果這麼好吃 他們說 這裏是距離 越南很近的 邊境那裏 那裏有很多美麗的火龍果 運過來 那次我吃到 我想是 最美麗的火龍果 和最美麗的 綠油 柚子 那我就知道 原來水果個別 去到極品呢 是有什麼味道的 那這個呢 就變成了一個 benchmark 一個基準 以後我就知道 那些是好東西 那 但是 吃過那些之後呢 我又不是經常癢的 無損於我回來香港 我繼續吃其他的柚子 例如台灣 他們的文蛋 那些 無損於我 吃平時的火龍果 火龍果 最便宜的那些呢 我又覺得回來 又是好吃的 就是說 其實呢 很多人都知道 我常常說呢 極少會去果欄那裏 買些最貴的水果 龜有龜吃 便宜便宜便宜 便宜便宜 多農藥又照吃 那些有機 Bio dynamic 最高級的綠色耕種 其實我都吃過 我自己覺得真的 很無所謂的呢 我一蹲在街市 在隔壁的公園那裏 買一堆東西回來 10元7個林匙 20元3磅那些 砂糖吉 那又有一餐了 那真是我覺得 你說最便宜最便宜 總之不要難 熟到10元6隻椒那些 我覺得一樣的美味 好像以前那樣 以前呢 我沒吃飯之前呢 就喝茶啦 品茶啦 最貴的什麼大紅菩薩 觀音什麼什麼那些 白巢 普利 很貴的 都喝過 是真的很棒的 講外來覺得呢 是貴得有道理的 一二千元一壺的 設官喝 是值的 但是呢 我發現呢 我去到喝很便宜的茶 甚至那時候 你知道在新界周圍供 那些鄉村 山卡拉那些 那些茶檔的 那些很便宜的茶 就是這樣沖 我又覺得很好喝 可能是山水啦 怎麼說都好 就是 我發現呢 原來人真的是這樣 這樣做人呢 就是開心很多 就是怎樣呢 有貴吃便宜有便宜吃 有得吃的 又拿台回來 老實講 這裏山場水縣 我好少台這麼大的 好少好少的街市 買這麼大的榴槤回來吃的 我買了 我都在街市那裏吃了它 沒有動機 免得抬回來 但是 原來呢 去完馬來西亞回來呢 又OK 我以為回來 不肯吃榴槤 不是啊 街市那裏三天 又深思思去街市那裏工去找 現在有人買到來 老實講 這些是金枕頭 那就是 比起 你說什麼 紅蝦 比起 大家熟悉的貓山王 差了幾折 是便宜幾倍的 但我覺得 很享受 很好吃 覺得很好吃 真是無所謂 吃得昂貴更便宜 好?差? 一样这么幸福 一样这么快乐 有得吃也这么快乐 有好东西也这么快乐 尤其是人家送一些这么有心 拖进来给你 一次又一次 受知有愧 即是契学知不公 也都很多谢他们 他们也很多谢我 我也很多谢他们 这样吧 不知道我在这里 欧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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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到什么呢 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 诚哥 跟你在这里分享 好过瘾的 有价值的 你告诉我 传给其他人看 好吗 我们多两只猫 现在是在这里玩猫 那好 试完呢 下次再录影和大家分享 多谢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